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工作的还有其他企业家和专业人员 佩伦在世界各地类似这样的地方工作 在需要的时候 佩伦在分享工作区开设办公室 她选择的这间公司在全球50个城市都有分享工作区设施 芬尼·维利兹也是在旅途当中工作 她是演员兼制片人 也是自己公司的老板 她在分享工作区做事 帮助其他电影的制片人 筹槽资金和发行 她手头正在进行的项目是关于一个美国家庭和墨西哥的联系 我们使用社交媒体 做很多 crowdfunding campaign 哪里需要 维利兹在那里工作 无论是在美国 还是在墨西哥 下一位数码游牧文 是一个美国产品经理 她在台湾工作 她通过skype对我们说 一个技术专家说 无论在洛杉矶还是纽约 局限制在消失 她通过skype说 她说对很多职业的人来说 随着地域的限制不断减弱 他们的视野也更加开阔 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报导 全美国目前有13%的儿童属于肥胖 为了解决有关问题 美国华盛顿州西瓦图市就预备采取一项激烈的措施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导 西瓦图市议会通过7比1的投票表决 通过了对所有含糖份的饮品 征收每盐1.7毫半的税收 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运动饮品 能量饮品几乎是除了无糖汽水之外 无所不包 有些商店老板说 这一行的征税会重击他们的生意 之前一项货水案的人就说 目前传着很大的问题 最近的新闻报导当中 全球有三分之一人口过重 而且美国13%的儿童是属于肥胖 有些医生也说这一行税收的政策不足以解决这一行问题 这一行税收的部分金额将会被用来改善 儿童取得健康食物的机会 致力于降低公共卫生官员 指称为疫情的全球肥胖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转讯 我是吴敬药 下期节目时间再见